高雄前镇气暴爆出了重大伤亡 在星期六这天还新挖出了两位罹难者 但是居然不在官方所掌握的失联名单里头 我们中视记者在继续来追查发现 在气暴当晚高雄的1999一共接到了有135通的寻人求救电话 亲人失联家属当然要来查询我的家人是不是在名单里头 问题是1999这边以个人的资料不能泄露为理由拒绝透露 究竟这一次气暴还有多少人失踪呢 据了解市政府还是没有办法掌握 也就是说还可能还有12个人到目前为止下落不明 拿着生命探测仪爬在地上仔仔细细的判读讯息 判的是能有一点点好消息 就一整天我们晚上24小时都会有人 超过300名国军官兵与搜救人员地毯室搜寻 每一间屋子都不错过 把插就是已经搜寻完毕 把三角形就是没有办法进入 即使是爆炸过后满目窗移的透天措 也要冒险爬上去 随便清茶 爱家爱富 对对对 怎么 装三多路原线两侧 包括民宅路面地底统统都是搜寻目标 空中救援机制也同时启动 在路上去进行疏散 如果这中间爆炸是发生在这中间的话 恐怕这一个现在的伤亡的数字会比现在重 爆炸那一夜1999涌入了135通邪寻电话 但包括罹难者在内目前只确认了九成 至少还有12人下落不明 记者综合报道